海外實習的 去日本實習的 全職實習的同學總共有20多位 那在包含國內的話總共是31位同學要去進行一年的全職實習 那另外我們還有暑假的海內外的實習 那日本就佔了7位 那另外還有兩位是在國內的飯店做屬期的實習 所以像這樣子就不會有所謂的學用落差的問題 不會 他們其實特別是我們每年全職實習回來的同學 他們就覺得說不只是說當然會增進日文以外 那他們也可以實際去體驗到職場的辛苦 那甚至有個同學他其實從來沒有接觸過服務業 那他透過這些學習他也學到一些做人做事 還有日本職場的嚴謹的部分 那另外他也磨練到自己的心性 那每個人都其實都回答說成長了很多 我要去日本的金剛縣的一棟是做全職實習 那在飯店裡面是貴船 那怎麼會選擇去金剛去做全職實習 第一點不是自己選的可是 有沒有因為你本身是學日語的 所以對那個日本文化是不是特別喜歡 對因為本來就是喜歡最白熊的 所以未來有學系上提供這樣的機會 對你們來講幫助是嗎 嗯 什麼樣的幫助 可以了解日本更多的文化之後 可以去體驗他之後 對職場之類的也沒有幫助 謝謝 感谢观看